刚刚这个汤老师说 打不过他就加入 错 打不过他把你没收 是不是 美国通过法案 中国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 就怎样 把你手上八千多亿 美债全部没收 这要够狠吧 我在上个星期跟介大使 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如直播当中 内提的流量也很好 大家去补课一下 增加一下自己的背景 我们有讲到美债 那大陆现在这个美债 可能违约 是有违约的可能性 如果这样的话 大概到七八月左右 美国政府就要停摆了 是不是 那有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 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 美国的经济学家 也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位 他讲了一段话 你觉得他开玩笑吗 不是 中国大陆在支持俄罗斯战争 或许面临美国的核制裁 应该怎样 没收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家 你有没有看错 他不是一个泛夫走卒的 随便说说 人家是很强的经济学者 也曾经当过高位 这是接下来要做的事吗 他说因为欧美西方国家 就是这样对待俄罗斯 为什么不能没收 你中国大陆的美债 当时我跟纪大师 讨论这题的时候就说 这人不是随便讲讲 接下来会不会 就是朝这个方向做 好像是 你就看到 美国通过了法案 三月一号 有没有一口气 通过了好几项法案 什么台湾冲突 遏制法 不歧视台湾法 保护台湾法等等 看起来都是护台法案 对我们是有力的 但是你看到什么 路网炸锅了 真是炸锅了 第一个 两岸发生无头 美国财政部 可以禁止机构 提供金融服务 记不记得 赶出支付系统等等 以曝光在美的财产 曝光在美财产 没有说曝光谁的 它可以有很多种做法 曝光那些 我想对付的大陆富豪 或是曝光大陆高官 对不对 曝光大陆高官有个好处 立刻可以挑动一下 大陆官员跟民众的一些情感 对不对 我说你有多少钱 我说你有十亿美元 某某某有十亿美元在美国 大家是不是想到他贪污 是不是 曝光在美财产 跟不保证财产安全 什么意思 就是没收美债 直接对中国进行金融施压 没收中国的海外资产 看到没有 写得这么白 那大陆现在持有美债 之前已经卖了很多 还有八千七百亿的美元 那另外不歧视台湾法 支持把台湾纳入 国际货币基金系统 保护台湾法 两岸一旦发生状况 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 受到大陆威胁 白宫应该在最大能力范围之内 将中国踢出G20 国际结算银行等等 主要国际金融组织 或者是机构 当然了 这个要护台 我们台湾很感谢 但是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国际金真的可以这样子 随便没收别人 就没收别人 是不是 我相信我们台湾很多民众 手上有美元 甚至在美国 有这个房产等等 也买了一些美债 会不会哪一天他不高兴 或是对你不爽 然后就把它没收 对俄罗斯这样 对中国大陆还入法 那陆网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评论 这是阴招损招 很毒辣 为什么 第一个 曝光谁的赞美财产 没有讲清楚 让中国政府 跟人民之间的信任出现裂痕 互相猜忌 对不对 哪个高官又贪污第二个 手上握着小核弹 威逼有把柄的官员成为他们的提线木偶 跟你请报线人 第三把中国精英捆绑在美国战车上做挡箭牌 整个都炸锅了 大陆民众现在都说 8700亿美债赶快卖 韩冰怎么看 美国做不做得出来这件事 我认为他当然做得出来 因为他现在对俄罗斯就是这么干 对 他直接把俄罗斯一堆财产都没收了 然后还针对俄罗斯的财团 或者是个人 甚至有一些指示跟普丁有点交钱 他全部给你 把你的财产全部扣押 甚至直接 他就直接拿来挪用 他已经不是扣押了 他就直接拿出来用 就已经那不算你的钱了 那美国这种做法基本上跟强盗 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可能觉得说 哇你看我们对你制裁多厉害 可是这个影响是非常长远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开始在抛美债 因为你会这样对俄罗斯 哪天我得罪你 你也会这样对我 你这样很摆明的告诉我这件事 所以就变成说 现在有资产放在美国的人都很危险 因为随时只要哪一天我让你不满意 你可能就会把我弄掉 你可能就直接把我充公了 直接把我算你美国人的钱 那还得了 那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 出台这样一个法律更奇怪 为什么 最近叶伦一直想要去找中国大陆谈什么 谈美债 你一直希望中国大陆帮你美债 不要再抛售了 甚至多买一点回来 这样帮我稳定美债 结果你们正在想要去 叫人家做这样工作的时候 你放出这个法律 那你这个法律不就在警告中国大陆 你不要再持有美债了 你叫叶伦怎么谈呢 是啊 这样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如果是中国大陆 我听到你要这样做 我还不赶快抛售美债 我在干什么 我一定抛售嘛 那实际上 我刚才也讲了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在抛售 日本也在抛售 其他欧洲一大堆股票都在抛售 因为这几年 大家被你这样搞 已经搞得很惨了嘛 所以大家当然都要抛售 但最近日本人又开始买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逼他买 所以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那日本是你的小弟 没办法非买不可 可是你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大家会不会比比错 一定会 那当然他有一些恐吓谁的味道 因为我们也知道 中国大陆有一些官员 可能他们不明不白的财产 藏在美国 他可能拿这个来要挟你 OK啊 我觉得OK啊 对中国大陆来讲正好 除非你们不想动这些贪官污吏 如果中国大陆有心想要改革 想要动这些贪官污吏的话 这时候正好 对 但他也可以 也可以随便对你泼脏水嘛 对不对 比方说你没有 那我就说你有啊 本来就是啊 那我觉得对中国大陆也好 反而让这些贪官污吏无所遁形 或是逼他们把财产从美国 再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时间 推出这样一个法律 在我看来其实还有点愚蠢 好那美债的部分 我也要问一下这个介大使 就是我还是不太懂 像他们没收俄罗斯的这个 海外这个资产 说没收就没收了 所以有必要这样子入法吗 这个不入法 他到时候该没收 他也不会客气吧 所以这个入法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之前2017年 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闹得很大嘛 维基解密公布了 当时这个希拉蕊的私人邮件 其中就讲到了 当时这个Sullivan 跟这个希拉蕊 讲到有个学者提出 什么弃台论 什么弃台呢 简单来讲就是美债换台湾 我们的美债快要爆掉了 怎么办呢 我们跟这个中国大陆讲 就一笔勾销吧 那台湾给你 什么意思 美债换台湾 这个拯救我们的经济 抛弃台湾 然后希拉蕊还回复 说我看过了 这个So Clever 是一个聪明的提议 我们可以讨论 有没有 认真的 所以抛弃台湾 出卖台湾 为了钱 为了美国的利益 是在美国政客的思考之一 选项之一 是可以讨论的 那美债自己的问题 真的是很大 美国狂印钞票 国债 前30大的海外持有国当中 至少26个国家 过去一年 都曾经大幅抛售 之前我们谈到的日本 日本是持有最多的 还有包括中国大陆 卖了2100亿 现在还有这个8000多亿 意大利等等 每个国家都在卖 是不是 最大的危机爆发 所以 希大使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个 不管是 耶鲁大学教授的讲法 还有这个 Hillary 她的对于说 把台湾交换美债 都有可能发生 都有可能发生 这是他的民族性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跟民族性有关 这个昂格鲁萨克森民族 是非常实际的 他们基本上 他们贪图什么 就是财富 他们是以经济立国的 一个文明 他们就是说 你看那些国富论 这都是英国的学者 然后重商主义 都是从他们的 他们这个炮箭外交 最基本的就是什么 刮收财富 他们最重要 而且他们认为财富是一切的根本 你没有钱你什么都没有 你有了钱你什么都可以 没钱万万不能 有钱什么都可能 这是他的文化的基础 这跟我们这个中华文化不一样的 中华文化最高的 最高是什么 天下大 大同世界 这个老无老以及人之 这是最高的境界 他们没有那么 没有高那么境界 他们就是财富 非常实际的看财富 所以他今天把你那个8600亿吃掉 像这个斯蒂芬 这个罗奇 他讲的 是有可能的 可是他一定要有个理由 所以我就联想到了 为什么美国一天到晚 在台湾海峡 这个敲战鼓 隆隆战鼓 对不对 说这个会打仗 要打怎么样 然后一方面就在鼓励蔡英文 他就制造一个理由 他就要制造一个理由 因为只要 解决美战的最简单方式 应该就是这个 太容易了 这个仗衣打起来的话 大陆那个8700亿 绝对被吃掉 百分之百把你吃掉 你想想看 两岸一打仗 别的不说 8700亿美金就是他的了 然后你想想看 他们用的这些 所谓的连哄带片连下 连这个连杆怎么样 才不过赚你200亿 从你蔡英文手上 还不过赚200亿 卖那些军火 还要交货给你 虽然现在货也在赖 那可是呢 你看这么多难赚 你这个一场战争 一爆发 8700亿美国趴一下 这是我们台湾的 公订标价吗 公订标价 不过说实话 也真的是台湾 应该比这个还值钱一点 可是问题就是说 美国他也不能把你放到 把台湾放到 那个拍卖场 拍卖市场 对啊 能够搞8700亿 8700亿是极大的这个数字 美国因为一直没有办法 解决他的美价问题 他不断提高他的举在上线 提高了好多次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想来想去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这个绝对会这样做的 而且他现在可以找很多理由 当然他现在是最希望 就是真的战争 两岸发生战争 他就找到一个最好的杠杆 另外还有美国现在 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大陆不能提供俄罗斯武器 那他现在这个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理由 这一个做文章的 我这边抓到了 好我就先把你这个债 给你冻结 另外还有呢 最近戴琪 最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他到处演讲 他说过去这么多年 中国大陆跟我们贸易 都是不公平的 都是欺骗的 都是用不正当手段做的 去年中国大陆从美国 就赚了几千亿美金 三千 两千多亿美金的入超 出超 入超 整总金额是超过六千亿美元 整个贸易的话 那一年赚了美国 比如说三千亿的话 那美国正好算一算 你也算一算 你过去骗我的 这样子也可以 你给我做生意都是骗我的 你都是在 你都用不正 都不公平的手段欺骗 然后国家补贴 然后呢 剽窃我智慧财产权 对不对 这些东西加一扎 正好八千七百亿 正好找个机会 就把你通通没收 那我可以随便讲说 还比你欺骗我们 落眼报 所以你把来边费都吐出来 对 他是这样 所以这个你看 这么有学士的 耶鲁大学的教授 他就这样讲 所以美国只要 他要做的话 何患无辞 所以我们看到 事实上在这二零一一年 最早这个希拉蕊 这只是个萌芽 那时候美债还没有这么高 对不对 就已经提出这个构想 而且在希拉蕊的思考当中 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 可以执行的 他觉得很聪明 非常聪明 所以到现在就慢慢慢慢落实 因为他的美债 比这个时候高很多 高非常多 中国大陆拿最高的时候 几乎到一兆 一点四兆美元 所以真的是 这是一笔真的好买卖 好买卖 非常好的买卖 另外中国大陆还有外汇存底 对 所以外汇存底有很多 还有美元的资产 其实美国现在已经在动 中国大陆这些钱的脑袋了 老早就在动了 那就是要有一个说法 要找到一个说法 那现在台海冲突的话 这绝对干 那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俄乌战争 我也觉得也是一个着力点 也是一个说法 所以他们说法很厉害的 那当时打伊拉克 那个说法就是一罐 就是一小罐洗衣粉 对不对 虽然那个Colin Power 后来终身遗憾 他觉得他军人 那个军旅生涯 杀这种谎 是他终身的一个遗憾 那不过他也没有说 他是替他美国说谎 美国军人就是说 为了他的国家 什么都可以干 不过现在美国真的是 所以这个狗急跳墙 真的被钱逼的时候 什么都干得出来 对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美债的危机 因为这个目前看起来 美国想不出任何好的 一个解决方法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在这个全球大抛美债的情况之下 情况这个美下预矿 那大陆现在抛了2100亿 大家都觉得还不够 好另一头这个去美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任务 CPI444